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开始推理吧 虽然邀请了白宇 刘雨宁 郭麒麟 周深 宋祖儿等众多当红明星加盟 但出师不力 首版宣传海报更是引起了极大争议 周深粉丝集体为偶像讨公道 节目组似乎很想签合悬疑推理的主题 所以海报整体采用了深色为背景 六位常驻嘉宾也以复古的服装为主 但相比常驻嘉宾的妆容以及海报的色调 嘉宾们的站位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毕竟喀未决定待遇 嘉宾在海报中的位置几乎就是节目组对他们的重视程度 只见海报站位分为三排 第一排只有两位一人 分别是郭麒麟和白宇 宋祖儿 刘雨宁以及周深站在第二排 而周科宇站在最后一排 值得注意的是 一般综艺的海报只有C位靠边的位置之分 但开始推理把海报却还刻意设计了大小之分 其中郭麒麟和白宇位置靠前 且头像也比较大 在海报中相当醒目 可以说是平分C位不相上下了 除此之外 刘雨宁和周科宇的人像也比较大 即便周科宇站在最后一排也相当吸睛 就以上次人相比 鲜肉周科宇显然是高攀了 更可气的是 实力派周深在海报中不仅只能靠边站 与郭麒麟白宇无法比 甚至戴雨不如周科宇 头像被恶意缩小了很多 让人看得特别寒酸 而该海报一经发布 立马引发了周深粉丝的不满 超多粉丝齐聚争取权益 想要给周深讨一个说法 平心而论 白宇演技受认可 但始终不是一线 热度只能算中规中矩 郭麒麟既有轻余年加持 也是各大热门综艺的做上课 粉丝号召力毋庸置疑 刘雨宁近年事业发展迅猛 不仅出演了多部热门电视剧 其性格也很讨人喜 而周深则是实力 人气以及综艺感兼具 既有很多快智人口的作品 又有热门综艺在播 不管怎么说 都不可能被放在最边上 还被缩小了那么多 最近一段时间 周深承包了全网热搜 综艺节目 前有天色的声音三 后有奔跑八十多个出全民场面 自从周深加入开始推理吧之后 粉丝们一直在积极配合节目组宣传 为节目提供热度 但如今却遭到如此对待 真的让人感到很气愤 但是我不能让它再低了 它再低了它就没办法成 对 所以我就选择昨天晚上七点钟去睡 你也是有点 你平时几点睡 我平时一般不到三点不睡 太怕 七点睡十点起 这样反了更满手 我七点睡 然后九点半起行了 之后又十点又开始 对我也 是不是我也这么觉得 就是就是就因为那个 我这样需要早睡 他需要早睡 是吗 我需要早睡 就是因为你有一些尾音 其实有点像杨坤的那个 我为什么给你也提醒 就是熬夜熬得足够了 这个声音的瞎眼就够了 他说他以前唱歌唱得还不少 你现在我们嫌你声音太干净了 哎呀没有啊 对 那我从今天就回去 我就晚上就打坐了 晚上就打坐了 不要唱到早起早起 哈哈哈哈 主人觉得我们的答案是 哦吼 哦吼 哈哈哈哈哈哈 那再继续听严主任的事 哦 哈哈哈哈 张主任的事 嗯 获得了有效性行为 非常无效 现在开始怀疑自己 画画的时候 包括画 不要说那么多 我们一起说我看看 一二三 我看 好吧就是 一二三 我看 我看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哦 其实我平时 在和白色巨人练舞的时候 总觉得 有一个圆圆的身影 在窗外 晃来晃去的 哦 经过我长时间的观察 错案了兄弟们 真相只有一个 是谁 心机转一字冒一刀子 那就是 听搞了 烧青哥哥 哈哈哈哈 积极参与 勇于挑战 啊 有点 啊 有点太可怕了 啊 怎么有点 有点傻呢 怎么觉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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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喂 看着看着他跟他一样吧 跟他一样 有我 不是不是不是 我运的 你吗 哈哈 跟我吗 好玩的 好玩的 我可以再试一下吗 就是当然啊 周深的分数可以更好 他可以更好 对我 可以 伸 笑 来开始 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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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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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跳出了两个柯男 哈哈哈哈 周深我真没想到你能跳两米 为啥 因为我比较灵活 我太厉害了 还行 还行 假日是这样 我就是过这个坎 就像这个人 马上到头 你看到了 到头了 到了 好 到了 到了 马上到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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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甲 你给我抓 不用不用 没事 打吧 我给点打 我有一句话要说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在同船的时候 前面有一半是大概没有说 是刚才那一段是他即兴的一个表演 他想喝个水 给咱多喝一下水 状态很差 因为我昨天到了五六点才睡 我就不停地在听我两首歌的 录音 我在想我怎么把它做得更好 因为说实话 彩色的黑中间 建奏那个音唱我特别不喜欢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改它 我就不停地躺在床上 我在想我该怎么唱 我该怎么唱 所以我就拿着手机 不停地去试 我就 我觉得很不好听 我中间今天都有不下十个版本的音唱 我都觉得很好听 大夜大概四点的时候 四点二十三分 我记得很清楚 四点二十三分的时候 我突然灵感出现了 我在彩色的黑里面加了一段花枪 那个是我最开心的 所以我立马录完之后 我就发给了我工作人员 就是你一定要帮我发过去 我这一段一定要这样唱 我很激动 因为我觉得那样唱得非常好听 尤其是因为我自己在参加歌手的时候 就是